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现在是2022年12月20号 那么欢迎回到虎啸人生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不知不觉已经12月20号了 那个5年差不多生下最后一个月了 那么虎啸人生已经讲到199期了 那么剩下的这个日子无多了 所以有一期呢就算一期 那么幸亏幸亏幸亏这个虎啸人生呢 讲到这个199期呢到最后呢 我们是以这个HAPPY ENDING来做结束的 因为之前也有人预测说 哇这个今年年底会很惨 明年2023年会更惨 比2022年更惨比2021年更惨比2020年更惨 都有这么悲观的预测 还好还好 这个虎啸走到最后呢 对我们马来西亚 这个大家来讲呢 我们总算是获得一个HAPPY ENDING 那么关键就是11月19号呢 大家投票投对了 现在的政府呢是一个稳定的政府 Stable的政府 今天呢国会呢又连过三关 政府稳定嘛 那个现在是三分之二多数一席的嘛 轻松上关就过了咯 所以什么东西都能够做咯 什么改革都可以改革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的幸运咯 所以政府Stable了政府稳定了 政府能够做事情了 那么说我们这几年的那个乱局啊 我们这几年的悲惨呢 应该是 可以暂停了应该是可以 结束了 明年呢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年 所以明年呢 有人说要改这个吐槽人生呢 这个 讲不下去了 因为明年是好年嘛 明年的吐年呢 会是好年 至于吐年什么标题呢 先卖个关子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重要的新闻 那么今天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迷你财政预送案的这个这个 这个立刻闯关成功过关 然后那个 安华也宣布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那个职办合约 因为所有的贪污呢 都是来自这个直接给那个contract的等下我们会讲啊 那么昨天呢 在那个存国直播 昨天的国会直播呢 我是看完全存的 存存呢 我都发觉呢 都一直有一万多人呢 看完全存的 啊 也许在我是看安华的平台的 那个别的平台呢都有几千人几千人看完那个存存的那个直播的 所以几难看知道吗 所以昨天他们表演的那个马戏团呢 真的是 啊 真的是 真的是让我们这个国家呢非常非常非常的难看所以安华今天今天就讲他们了 啊 你们是你们到底是给国家添乱子呢还是什么呢 是不是 啊 教大家警员盛行不要把国会变成马戏团啊不然人家又要画那个图画了 所以今天的那个迷你财政预算案呢为什么要迷你财政预算案是因为那个公务员没有凉处了 啊 你看人家那个云顶那边人家那个那个拯救队啊天天挖到现在的 都还在挖啊 人家就没有凉处啊下个月我跟你讲啊 是不是 啊 所以马上要紧急过关 那么完整的那个预算案呢 2月才会出炉啊 如果之前讲说那个M40所得税扣2%啊 啊那个现在没有了咯 那个之前讲到什么拿100块啊 他选购拿多少钱啊啊没有了不了了之了那个之前的跑路了 OK 所以这这一次的迷你预算案呢主要是在这个公共开销那个公务员的那边要先跟他处理掉 他完整的所得税扣多少发现了到时候呢 过了 过了法任新年呢他再来讲 OK 然后我们国家最大的漏洞呢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值班合约 啊这个东西呢漏洞非常非常的大 啊所谓贪污呢 因为最近现在现在是那个媒体科技时代嘛 现在科技很发达嘛 你任何一个字打出去呢 人家都会看见的 你要 你要再拿来像以前那样子 以前老马那个时代那种贪污呢 现在是不容易 所以要贪污呢就做一点合法的贪污嘛 就是就是用这种方式呢 contract 就是 好像你什么工程啊 挖河购啊 割草啊 做马路啊 修理路灯啊 什么古古怪怪所有政府部门的这些东西 很多都是用直接给你的 他来来去去就那一家做 他算到很贵 也没有人去challenge他的价钱 没有人去tender他的价钱 所以 现在这个安华讲 通通stock 所有的那个 那个contract 外面割草啊 那个草场割草啊 那个扫荷河购啊 什么东西啊 所有政府的contract呢 通通都要去tender 招标 就是你出的价钱 看一下谁出的价钱比较低 谁的效率比较好 这样子呢 才能够帮政府省钱 因为呢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给你做的 你然后你懂的 一路来的就是这样子的啦 所以现在是不可以的全部要公开招标 招标也必须透明化 那么这个就是可以砍掉这种的合法贪污的那个 那个方式 不然呢只是一间公司做 人家学校要放放风扇 他的一个风扇一万块有跟你讲 我们学校转的那个上面转的风扇一个风扇一万块啊 钱就是这样子花掉吗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呢现在立刻砍掉 哇你再去tender一万块 他立刻抓你进去跟你讲了是不是 那 好了我们继续看 各位观众朋友那个 正在邓家楼的那个水灾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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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厉害啊 希望这个邓家楼的政府能够处理好啊 那个 我们暂时不讲先这个灾难的东西 网上我们看看那个情况有没有继续恶化 目前的灾民人数呢 全国灾民人数 他们6万人呢 登加楼已经4万人了 所以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前朝的政府呢 这150亿呢 到现在 到现在呢 还是出问题 啊 你看这150亿呢 你早早就给对人tender公开交标做了 今天的 今天不用有6万多个灾民知道吗 啊 然后 还会省啊 还150亿未必会用到完啊 谁能够治好啊 跟你讲啊 好啦 那对大家来讲有一点好消息就是你要等到3月份才拿到的援助金呢 现在呢 1月份就可以拿到就是安华给了大家红包过年 这个真的是红包给大家 提早过年啊 提早两个月 啊 华人新年呢 也给 啊 这个是好消息啊 所以呢 所有的东西呢 都 很快就过了 啊 啊没有遇到多大的challenge 所以呢 安华就讲了所以现在呢政府是稳定了 啊 不会遇到什么多大的challenge呢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么当然这个反对党那边呢 反对党呢 看过去呢是江南才进了的真的是没有人了 啊 对反对党唯一 敢去challenge的就是 撒黑弹 撒黑弹呢 是借来的人了 啊 是被 务统呢 被安华杰呢 赶出去的人了 啊 他不知道他是为了给予表现呢 还是他是为了 他有更大的理想呢 还是他想做什么东西呢 还是他不甘愿他被赶出去呢 他还想回到团结政府呢 啊 这个反对党呢 他就不是反对党领袖啊 但是 都是靠那个撒黑弹去打其他的呢 又就静静不讲话了 啊 其他没办法啦 那个水准水平都 都不同 就是 啊水平完成 比不上去嘛 你看那个昨天我们 阿扎丽娜呢 啊 阿扎丽娜这样的水平呢 对面有 撒黑弹是比不过他的 撒黑弹是乱喊乱叫 比这些罢了 啊那个直接 真的只有他可以优定呢 能够比得上 他可以优定是lawyer嘛 lawyer对lawyer 这个还比得上 呀 那个阿扎丽娜讲的话呢 啊 很高水准啦 啊 哎我们都要去读他讲的东西 我们都要去 后面我们都要看很多law 要看很多那个书 所以 不是这样容易的 所以 一边是很有水准的 一边呢是在那边乱喊乱叫啊 那些 乱讲那些 啊 民粹啊 饭东啊 啊所以两边呢 谁能够治国呢 就很清楚了嘛是不是 所以 昨天阿扎丽娜呢 最后人家讲真正的MVP 最佳表现呢 是我们的阿扎丽娜 哎 那么 你看那边乱喊乱叫就就是 其中喊到 乱乱喊乱叫乱到一个东西就是讲到安华的那个案子 今天安华 澄清一下 啊 其实上次 那个 最高元首的前一任的 前一任的就 他就不认同安华入狱是 是那个有犯罪的然后他还告诉他 跟安华那个 阿公直接打电话给安华 哎你要我 就要被特赦了没有条件 我直接特赦你放你出来 啊 他说什么 不是去申请啦 因为对面讲说去申请嘛 他就去申请的 不是啦 啊 那个阿公直接打电话给安华呢 讲说我现在就准备特赦你了 啊 安华就这样子出来 这个才是事情的 真相这个是安华自己 讲出来的 所以 在最终就是那种不会治国的人在那边乱喊乱叫在那边煽动搞民粹 再搞一大堆人在那边结果正在水 水在水 你们你们好好去 去救救他们啊 你们的招来的啊 啊 在灾民这样多啊去救他们啊 安排他们啊 跟你讲啊 先把灾民救起来先啊 啊 是不是 啊 所以你看 这些不会治国的人呢现在 啊 现在从不变成坐在对面做反对打了 现在能够治国的人呢 现在好好的去治国 治国呢 不是这样简单的 不是这样的乱喊乱叫啊 没读书 不是呢 不是这些人能够治国知道吗 像昨天安华丽娜这种呢 哇 啊 安华丽娜那个law lawyer出身的 每一句都是law 每一句都是那个 那个 那个重点 啊这样的人呢 才能够治国 啊 这一边呢 现在团结政府呢 人才齐齐 啊 而团结政府够稳定呢 这个国家呢 才能够稳定 所以 算是呢 走到一个happy ending 啊 所以辛苦的日子呢 也算是结束了 接下来政府稳定了 啊大家会有好日子过的 那么虎啸人生这一期呢 当时跟大家说到这里 新的消息再给大家outtake 那么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 2 2 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